謝謝 啦啦 很燙很燙 我剛剛已經吃完了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來金門呢 一定要吃的 除了是老師最喜歡的三樣 炒泡麵 然後還有什麼 牛肉 在這個地方呢 你一定要來喝一杯 觀光客必備的毛澤東奶茶 這個我們在節目的正片裡面 就會跟大家講到底喝起來是什麼味道 為什麼要叫毛澤東奶茶 還有蔣介石特調 你知道嗎其實我的生日跟蔣介石同一天 所以我從小都沒有在過生日的 因為好開心喔 要過生日的時候就放假了 所以我從來沒有買過乖乖桶 以前小時候是不是會有買乖乖桶 好可憐喔每當家節 就感覺非常的孤單 沒有小朋友幫忙慶祝 我女兒生日 有買乖乖桶 我們小時候生日 就乙桶乖乖桶就很厲害了 對啊 現在跟現在小朋友比起來 我媽當牛巷孤兒一樣 要買一堆東西 然後每包糖果還要包好 然後怎麼樣 親生什麼的 現在的小孩子厲害 以前我記得那個乖乖桶一打開 有一個那個紙的 好像有一個紙的那個 黃罐 那時候就覺得哇厲害了 唉 金門的粥也很厲害 五米粥 它粥是沒有米的 就是它可能把米磨成米漿 或者怎樣就是 它會起來就像那個濃湯一樣 好想吃喔 它口味真的不錯 而且就是要沾那個油條 他們的油條是不是也很特別啊 我還沒吃過 油條是還好啊 我們所有化妝師就說 你要帶半手臉要帶油條回來 就是還好 油條還好正常 正常 然後 看你每天早上那個 飯正常都有五米粥 每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旅讀台灣就在森利